來看一下,基本上請各位找一萬多種裡面 或是找最熱門 其中的話,我們先以人口密度 假設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 把剛剛講到人口密度的部分 找出109年 人口密度前10名的區域在哪裡 當然就需要做一個排序動作 第一個的話,一定要先把資料爬下來 我們要怎麼爬取這個資料 我在Json的上面 所以你往下拉 拉到比較上面的地方 我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關CSV 這個是Json 在第16頁的地方 這邊其實就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基本上 因為我們要下載Json的格式 所以會用到兩個模組 第一個模組的話 會用到叫Request 這個Request做什麼 基本上就是會用到它後面有一個方法 叫.get .get有點像是 我要去抓網路上的某一個 你家有網址 有點像是一個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是沒有介面瀏覽器 那你把那個網址輸入給它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理論上顯示在瀏覽器上面的東西 它就會幫你把它爬下來 那丟回來給你 丟回來一個物件 你就接收 它會 return 一個物件給你 那這個物件 我們把它接到的話 也許取一個名稱叫HTML 那裡面的話 當然呢 後面有一個叫所謂的編碼方式 那所謂的編碼方式 我們就是有個屬性 要點encoding 這個encoding的話 務必要加 為什麼 你如果沒有加的話 或者加錯的編碼方式的話 它就會變亂 OK 那用的最多的話 其實也是上個禮拜 跟各位講過 其實就是大概兩種 一種是UTF8 一種就是非UTF8 那非UTF8的話 就是微軟的ANSI 那這邊的參數名稱叫CP950 理論上大概就是兩種吧 目前好像很少有第三種了 所以你可以記得 這個encoding 有沒有 這後面的參數 如果不是UTF8 那不然就是CP950 那頂多就是多一個什麼 那個UTF8比較特殊 它裡面有簽名檔 有簽名的那個相關訊息 所以後面會加1-SIG 那這個稍微比較少啦 如果你以後看到有那個 它出發音錯誤 編碼方式錯誤 它是跟你講說UTF8 後面加1-SIG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邊改成什麼 UTF8後面再加一個1-SIG 它就會幫你用那個 有簽 有那個上一個 SIG 這種編碼 大概就三種 可能比較常見 其他好像就沒有什麼太特殊的 所以這個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Json的格式 roll下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 第二個模組的話 我們就用Json 有沒有 所以上面是Import Import 基本上就是什麼 我要匯入這兩個模組 那這兩個模組裡面呢 當然我用request 主要用到這個get 用他的get 這個方法 去抓那個網址 ok 然後呢 Json的話 主要是用到他一個 這個模組裡面 最重要就是 點 叫roll加S rolls 點rolls 那個rolls 那後面的話 你只要怎麼 把我們抓下來的這個HTML 裡面有個屬性叫.test 點test 就是裡面所有的文字 也就實際上 你可以把它當 瀏覽器看待 它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我們瀏覽器 這邊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載到哪裡呢 全部都載到 這個前面的地方 也許我用一個變數叫 DICTE 去接它 然後我知道 就全部過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再去解析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示範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範本 它是萬用的 以後的話 基本上Json大概 90% 應該理論上 95%以上應該都可以用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待會的話 如果要抓什麼 抓那個人口密度的那個部分 其實第一個 我們應該就完成 所以你第一個 你可以把 在雲端白板的 第16月的地方 這個範本 把它怎樣 先 先建一個什麼 第一步的話 你就先建一個 那個 新的文件 ok 然後呢 你就再怎樣 把剛剛的這一段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Ctrl-C 然後呢 Ctrl-V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 Spider的 新的模組 這裡面 新的一個 模組裡面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可能還需要給它一些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 recruit.get 後面會有個 雙引號 請你把 在雙引號裡面的話 跟它講說 那你幫我抓一下 那個什麼 這個人口密度的 這邊有一個 下載網址 你就把網址這邊的 這一個網址 把它 Ctrl-C Ctrl-V 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 雙引號裡面 它就幫你怎麼樣 幫你 get回來了 ok 點get 有點像一個瀏覽器 它沒有介面 很簡單一個瀏覽器 只要放了在網路上面的資料 反正request 理論上都抓得到 然後丟回來 那我們把它漏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做什麼 把它print一下 確定一下說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確定是有接收到 所以你後面再加一個print 那print的話呢 就把什麼 把DICTE 這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就把它print看一下 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這邊顯示出來 假設 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在那個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第一步 就是把什麼 把在瀏覽器上面看到的東西 幫你全部都抓下來了 那問題喔 其實 你會發現 這麼多 這樣 要把它變成 這個 我們要用的資料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接下來要解析它 把不要的去掉 把要的留下來 那我要怎麼樣很快的知道說 哪些是我要的 哪些是我不要的 那第二步的話 所以第一步已經把資料 全部都爬下來了 有work吧 這邊就有了 這個就是那個 全部的資料 那第二步的話呢 解析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呢 全選之後 貼到那個 所謂的那個 叫做 json的editor 貼上之後 看一下tree 那其實看一下tree 大概就知道 我要抓什麼了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最外層它是object的話 而且是大瓜糊喔 那你就是用字典去接 因為 大瓜糊部分 對應到那個python的 資料型態 就是字典 然後呢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各位有沒有看到 像這個recourse 這個地方就是中瓜糊 如果是中瓜糊呢 那就是list 就是串列 而且你會發現 大體上喔 我們要的資料 剛好就是在一個字典 這個是第一個字典 這個是第二個字典 兩個字典裡面的 一個串列 OK 所以呢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原理原則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了 那這個對應程式 因為怕各位不太了解啦 所以我把這個畫面 截圖下來 你們可以參考 在這個雲端白板 一樣在第20頁的地方 20頁的地方 你會看到喔 那要怎麼去把這個對應關係 把它得到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你前面呢 抓的話呢 你就要把它當成是一個字典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啦 當然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Json Rose 其實已經把這個 object全部抓回來 可是 它是把全部的資料都回來 可是我要的不是這些啊 我要的其實是要的東西 是在recourse這裡 那recourse 基本上它一層一層的 有點像洋蔥 我是在最 裡面 在下一層還有什麼 一個object嘛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 這一層 然後再下一層 所以如果說呢 我要再把這一層的資料抓過來 因為它是大瓜糊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可以用字典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點get get的話 後面只要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它的key 那它的key 就這一個 所以喔 把那個key的名稱給它之後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字典裡面的東西 全部抓到了 OK 所以喔 抓到前面我給它一個名稱 叫DICT2 名稱的話我習慣了 反正第一個字典就1 第二個字典就2 第三個就一次類推 這樣比較好命名 也比較懶人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就是再下一個 因為它裡面也還是字典 所以如果我還要抓這個recourse的話 那我就是再把這一個字典 裡面呢 再用一次get 那抓到什麼 抓到這一個 那因為它裡面呢 是中國阿福的資料 所以前面呢 我就用list去取得它的資料 所以這個最好你第一層 剛剛這個是全部資料 那我們再加一個這個 所以第二層 所以把這一行喔 直接就放到哪裡呢 放到它下一行 就是針對取得的資料呢 我不要全部啦 我只要這個 那它其實基本上就幫你取得什麼 這個key 這個是一個key 後面的value 所以它會取得就是 假如說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key 其實就取得它後面的資料 那如果用call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key 就是冒號前面是key 當我取得就後面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後面其實基本上還有幾個欄位 一個欄位 兩個 不是啊 這個裡面的話還有value部分的話 還有一個字典 那這個字典裡面的話還有1234 有沒有 這個還有field 然後我主要是這個recourse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齁 把這個recourse取得 那它你如果不確定你取得的資料是什麼的話 一樣齁 你可以把這個print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個print看一下 把剛剛print的DICT1 把它改成DICT2好了 那你會發現呢 print的結果的話 這個得到的應該就是什麼 得到的就是我們 第二層要的裡面的資料 那一樣啦 我再把這一層再剖析 所以再一層的話 那理論上的話 我們就是 在下一層就是 用get再去getrecourse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把它get回來 所以一樣啊 底下的部分 我就再多一行 就是第三 所以一二三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 我就可以把這個list全部抓到了 那當然呢 這個list我 假如說我把它print出來 你可以看到齁 這個裡面應該就只剩下 剩下那個串列的部分 所以得到的話一定是 前後是 這個中國阿虎部分 中國阿虎部分 中國阿虎裡面的話 這個串列裡面就還是一個一個的字典 所以呢 這其實你會發現 要不做串列 要不做字典 大瓜阿虎就串 那我們要的資料呢 是在這個什麼呢 這個字典的values 前面其實是欄位名稱 那如果說我假設我只要 後面的values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可以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我可以用 假設我要全部的話 就for each 如果我要 固定範圍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哪些範圍 所以呢 底下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 假設我用for each的話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list1 裡面所有的字典 通通取回來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for Dict in這個list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字典裡面 這個串列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取出來 用這個來看比較清楚 這個裡面有沒有 它總共會有375筆資料 那裡面你會發現 它就是一個個什麼 這個字典 它又大瓜糊 所以點開了 你會發現 它就12345 那一樣key一個value 可是我要的資料其實是 應該要避開第一個 這個我不要了 因為理論上如果 將來要塞到資料庫的話 通常會避開那個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不需要塞到資料庫嘛 所以基本上就抓後面的東西 那如果我說我要把後面的東西抓回來的話 避開第一個 那顯然如果我寫這樣的話 那就全部抓 所以喔 可能這個地方 可能要把它改成 for i in range for i in range 這個range的話呢 那要避開 for i in range 然後呢 我這個資料的話 從第幾個 從第一個開始 一開0 0的話其實就編號1 然後呢 再到全部的 這個串列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那幫我把它全部什麼 全部通通抓回來 然後呢 我再把它print出來好了 那 那因為這個list裡面 它有很多資料 所以我就分別怎麼樣 把它的資料分別取出來 那我可以用這個 底下的話 我可以用 這底下 那我可以用什麼呢 針對這個list裡面的第1個資料 the values 那所謂的values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前面是key 後面是value 就是把後面資料全部取回來 並且幫我轉型成一個list2 那最後幫我print出我要的結果 所以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是會長這樣了 最後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是一個一個的串列了 那裡面的話就剛好放什麼 有沒有 總共就是固定的結構 就是最後得到就是 1 2 3 4 5 其中的話當然 這個應該是年度 哪一區 有沒有 哪一個先是哪一區 有沒有 然後它是什麼 它的面積吧 還是什麼 它這個固定 然後呢 它的那個人口 它的人口密度 等等的 它就把這五個欄位 分別幫我列出來 那一個一個的幫我取出來 不過呢 各位可以發現 列出來之後的話 往下捲動 似乎看到好像最下面 好像有一些資料是多餘的 看一下 好像這個是多一個 它多放了這個 這個空的 這沒有用 那這個也是多的 這說明 第三個 第四個 好像多了四個資料 所以理論上 這四個不應該 不應該顯示 所以最後 甚至我們可以把最後四個把它刪掉 所以後面這邊會有減四 有沒有 為什麼減四 主要原因是後面這四個多的 然後呢 為什麼從一開始 不是從零開始 因為 第一筆資料是欄位名稱 必開 OK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第一階段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 基本上我是透過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的第二十頁 裡面就會有個顯示圖 那當然 基本上第一段就是 把資料抓過來 然後用JsonLow 把資料露進來之後 那再取得第二層 再取得第三層 然後再分別把資料把它爬回來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你只要能夠看得懂 上面得到的訊息 你把那個對照的 對應的關係 把它加上去 那理論上資料就回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再來當然 如果我希望 這個資料最好是 可以直接讓我在Excel開啟 最好是把它轉CSV 因為Json有時候在 對工程師來說很簡單 但是對一般User來說 就很麻煩 那如果我將來應用的話 最簡單當然 直接Excel可以開啟 當然最簡單 那我怎麼樣 再把這個資料 轉換成CSV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你看 假設你不是說 那麼 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 像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 上面的程式 直接來用也可以 那基本上 大概就是第一段 就是在上面這裡 這兩行 那第二段的話 就是這一個 就是先抓字典 抓第一個字典 抓第二個字典 抓第三個串列 那就把串列全部取出來 把它Printer 那這個程式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21頁的地方 試試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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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